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美国时间,2022年2月13号 从我正式登陆美国,今天整整是三个月 三个月了对我附近的情况已经非常熟悉了 从一开始的步行到后来坐公交,到现在开车 随便出入一个大商场,已经是融入了当地的购物的环境 现在就是我到了一个Mall这个地方 它所谓的Mall就是商超聚集的 美国它是这样的,住宅区就是住宅区 商业购物区就是商业购物区 所以说你在住宅区里面是找不到小卖不难 同样你在商业区,它也不可能是有住宅的 它都是有完整的规划 特别有一条,有可能是我们大陆朋友比较感兴趣的 我一会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购物的这个商场啊 都是这个把边,都把边啊,不起眼的都在把边 中间的一大片的空地,非常非常大的空地 就是用来停车的,所以说在美国这点比较好 咱们实话实说啊,它也不是一无实处啊 就是说到这来停车,免费啊 免费,而且呢,不是特别的夸张季节啊 停车位呢,都是空着的 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啊,简单的 我在车里啊,我就不下车了,给大家简单的 呃,这个,巡视一下啊,我切换一下镜头 这是我的这个驾舱啊,我现在就住在坐在这个这个位置上啊 这个驾舱,好,大家可以看啊,这外头这都是停车场 你看,全是停车场,看到没有 全是停车场 全是停车场 车位很多啊,车位很多 你看,这个把边人才出来,哎,有这么一个商超啊 都是在沿的边,沿的边,沿的边啊,沿的边,不行,我还是下去一下吧 看,这个就是我的车啊,想把车门关了啊 大家看,刚才从车窗里面是从这看的 你看,全部都是商超